这年头变个赖达有多难 轻则治疗网瘾 重则当场暴毙 随着时代更迭 变身假面骑士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本期阿当就来给各骑士系统的变身难度排个名 看看成为哪位赖达最不容易 首先第六名 范子系驱动器 有的老铁就不同意了 这这不对吧 无论范子凯撒还是德尔塔 在TV中的变身者都不止一位 跟万人骑士的想变就变 这腰带不是公交车吗 但实际上 想要使用范子系的腰带变身 限制是非常多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些腰带的设定 主级范子的驱动器 前置条件为奥菲尔诺 或拥有奥菲尔诺印记的人 例如本身就是狼奥菲尔诺的巧爷 以及体内拥有印记的草匠 除此之外 变身者还需要有能够控制光子血液的能力 一旦不适配 腰带就会强制脱落 即非着装者 所以别看范子变身者那么多 咱上咱是真不行 二级凯撒与三级德尔塔的驱动器 稍微好那么一点 对于控制光子血液方面的要求 没有范子那么严格 甚至能够用变身一发强制变身 但放宽要求就代表着有副作用 凯撒驱动器主打一个科命 反正人跟腰带必须死一个 你自己看着办 而德尔塔驱动器号称战斗爽狂魔 变身者会被附加狂暴WARF 越打越上头 在最坏的情况下 甚至会精神崩溃 所以只有三元这样的切战西衣 才能够完美驾驭 由此可见 整个范子系的腰带 虽然在剧中是个人都能变 但限制条件还真不少 第五名 持起系驱动器 如果说范子的腰带 只需要身体硬件到位就行 那么持起驱动器的使用条件 不仅仅跟变身者的身体素质挂钩 还需要腰带本带 也就是库里姆的认可才行 作为骑士系列极为少见的 拥有自我意识的腰带丧 要获得他的赏识可不容易 他本人是因为博学多才的博士 在被机械变异体夺取生命之际 将意识转移到了驱动器中 带着对自己参与开发机械变异体的强烈悔意 腰带丧拼了老命也想受罪 所以获得他认可的第一步 就是要去干机械变异体 其次就是要为人正直有爱心 可别小看这一点哦 来来来 大伙自己说说 最近几年的来的 有多少人能配得上这几个字 什么牛圣 神经之流 那能变身持齐吗 变不了 没那个能力知道吧 至于特殊体制方面 TV中并没有明确交代 只知道女主物子 曾经尝试过变身持齐 可惜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明明都已经着装成功了 却因为胸前按不上轮胎而失败 被机械树米摊在了地上 迄今为止女性离主席最近的一步 所以持齐TV第二化 剑职界被发现能变身后 身份地位直接一跃至国宝凶猫级 物子死缠烂打 就是他回去干活 第四名 DW的变身条件就更困难了 另一半直接给你帮定了 是的 你没挺错 假面骑士DW的变身者之一 必须是菲利普 原来是双重启动器非常特殊 他是希拉德专门为DW所制作的成品 与半成品迷失启动器不一样 在设定中 只有两个人一起变身 才能将力量发挥到极致 至于帮定菲利普的原因 是他身为数据人 可以起到过滤毒素的作用 单单只有菲利普还不够 另一个人想要使用腰带 也要跟菲利普有一定的适配度 虽然TV中主要变身者为翔太郎 但根据第43话希拉德的话来看 跟这个适配度相挂钩 双重启动器的原理是 翔太郎佩戴上腰带的一瞬间 他和菲利普的意识就已经相通了 菲利普插入记忆体后 意识会随着记忆体 传送到翔太郎的腰带上 在战斗中实现二人一体 战斗过程中 翔太郎负责控制躯体打架 菲利普负责提供战斗资讯辅辅助 正往看来 两人的适配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TV第31话 菲利普在不断进步 而翔太郎身为人类 身体已经逐渐跟不上同伴的步伐 二人变身疗牙王牌后 根本无法正常进行战斗 甚至后续还一个大招 从对手脸上划闪而过 给自己搞解体了 可见假命其实搭配到变身条件 极为可可 就算变身成功 也随时有失去资格的风险 第三名 创极系驱动器 无论是创极驱动器 还是挤压驱动器 变身条件都只有两个 那就是自身危险等级超过3.0 以及吸入行为气体的同时 不被通话成猛击者 这两点说起来容易 TV中真正能达到的人 却少之又少 赤别龙在前期就不止一次 因为想要强行变身而惨遭电疗 归根结底 就是兄弟的危险等级不够 虽然这玩意儿可以靠危险来提升 但就像大伙们考试一样 你暴肿的再狠 也不可能评工多出几十份 该计还是得计 极压驱动器同理 对于危险等级的需求更高 战斗也曾因为不达标而被电疗过 其实是因为这小子太聪明 解压驱动器不敢挤 主要团唯一一个智商正常的萌萌人 给整成傻子了 后期打一总不玩就冒了啊 至于为什么说创新系腰带变身难 是因为在后期人均改造光膜 仨人凑不出俩肉的情况下 有些道具的副作用是极为致命的 最经典的莫过于暴雪穿透了 这下好 不仅腰带卡脖子 连道具都卡脖子了 经过多次改造后 这类强化道具只要敢用地马祭司 想要成为创新系拉达的小伙伴 可要好好点亮点亮 哦 第二名 究极限定款飞电灵异驱动器 全球能变身的人不超过量 分别为正牌小社长货人 以及被开了后门的掰起不破剑 至于为什么 因为灵异驱动器是纯纯的权献狗限定 只有飞电智能公司的社长 才拥有变身资格 这一设定几乎可以说是 完全帮定死了大尊师 难怪副社长每次看见货人都直接哄门 那么想让他下台滚蛋 铁子们换位思考一下 一个不知道哪来的下头黄毛猴子 夺走了你变身赖打的权利 是不是一想全都就硬了 不过在TV第三人话 东大妈打了个紧急热补丁 剧情中货人明明被老千夺走了社长职位 就在拯救伊兹时成功变身01 原言是又灭人得到了卫星泽亚的人可 泽亚认准了他就是能够开创 人工智能未来的01 这样好 本来是帮定公司 现在直接扫脸就行 伊兹也本着严谨的逻辑 现场给霍人注册了新公司 说实话 阿当要是老千 当场就避了高桥琴吗 白旗不货能用01轻松系统里 霍人一字给不货开后门 注册了巴尔坎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泽亚才给了他全线 第一名 灵旗系启动器 没错 最难变神的 就是我归宰了 一条腰带 要拿一条命换 谁能有我离谱 灵旗TV第一话 小尊被幽灵一刀批中当场去世 两人惊奇的是 他的灵魂并没有彻底死亡 而这来到了一处神秘的精神空间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位 自称是仙人的白发老头 老头说 小尊命中注定要和眼眸战斗 于是便给了他灵旗驱动器 帮助他重满人间 变身灵旗去收集各类眼魂 还附赠了只游牧币 而不是 附赠了只游流蝎 作为小尊的向导间说明书 灵旗驱动器作为腰带也非常方便 他完全与使用者融为一体 要用的时候直接从体内出现 问题就出在这儿 如果我想变身灵旗 我得立马自查 但要是点自备 没看到啥老实的先生 我就直接咯屁去见老大了 阿当劝想变身灵旗的同学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马牛逼 有这么个机缘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不同看法 或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